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报头版的则引用与雪州王公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 指出雪州王公的三不原则 包括不遥控雪州大臣不必要接受挖之杀的禁件 以及不可强求雪州苏丹做任何决定 最后我们来关心大马最佳雇主的民调 南亚商报头条报导大马员工的经验度评分 在过去五次调查中有三次低于亚太地区的平均分数 调查也指出企业需要更重视人才管理和员工参与度 才能使到竞争力可以持续性的发展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早上还有哪些你不能错过的新闻 在北京吸毒被捕的柯震东今天凌晨获释 虽然在拘留所成功躲开媒体 但在进入酒店时依然遭到媒体包围抢拍 那台湾媒体报道柯震东一度动怒 想用手镯顶开包围他的记者 大火速地遭到旁人阻止将他拉进电梯内 事后柯震东经纪人澄清 是因为柯爸爸被媒体镜头挡住 所以柯震东想回头拉爸爸并没有打人 无论如何柯震东今天下午将会在北京举行道歉记者会 然后再返回台湾 如果你听说过使用电子炎可以帮助戒烟 那现在告诉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指出 有证据显示电子炎所制造的器物 不仅让使用者吸入有毒物质、有害人体 而且对胎儿、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大脑发育 有负面的影响 来自一把著名厨师陈婉萍 早前把一张在马航飞机上所拍摄的照片 上载到本身的推特 以感谢马航对他和家人的服务 没想到这张照片却遭到外国媒体的大作文章报导 指马航乘客量大减 陈婉萍发现后 大为不满站出来澄清 当时马航席位是全满的 强烈驳斥外国媒体 滥用自己的照片 连续发生两起马航空难 在太平动物园的后门 就发现一道祈愿墙壁 相信那是艺术者的杰作 让民众可以抒发对马航空难者的内心感受 并且让人们意识到面对死亡时 心中最想要实践的愿望是什么 民众用三种语文纷纷的响应 这些死前的愿望有的相当有趣 包括死前一定要嫁给谁或取谁 或者做回自己 以及死前想要变美等等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五